出现一个公腔的捏捏 内膜的纤维化 还有子宫内膜异味症 腾腔炎症等等 这些都可能影响女性的生殖健康 还导致不孕 去目前的数据统计的话 人工流采素和不孕症 激发不孕的发生率 可能高达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五个里面 可能会出现一个 出现一个激发不孕 所以现在国家 也在大力的提倡一个 人流疏后的关爱和指导女性 如何避孕的一个 现在叫做人流后关爱的一个活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PAC活动 和PAC门诊 也就是指导女性朋友 就是选择适当的时间怀孕